这就是创造了世界纪录的最大关公像 比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还要高上15米 很多人听说我没见过 他到底有多状况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关老爷的脚 脚趾头都比我高 他这个大呢并不是无意的大 分为上下两层 下面这个台阶19米高 代表着我们的关老爷在山西运城老家 生活了19年 这个关公宿像呢 61米高 寓意着我们的关老爷活了61岁 为了建造他 动用了2000多吨的钢材 500多吨的黄铜 混凝土更是用了将近2万米堆 我们的关老爷也没想到 1800年以后 凭借他一己之力 带动了当地的建筑行业发展 这应该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一把刀了 青龙燕一刀 陪伴着我们的关老爷 索橡皮迷 拍算更是不在华下 有华人在的地方就一定有关羽 主义比曹操忠 被我们后人誉为忠义的化身 与文圣孔子齐名 但最后大义世荆州败走麦城 死得悲壮 关羽旺向的方向 就是他的故乡 我们要学习关羽做人的品德和办事的原则 忠于国家服于人民 如果国家需要 我们要义无反顾地站出来